好玩的事情 尤其就是现在的亲子之间 尤其是小朋友跟我们的家长 我感觉有时钟 也看到这么多 我们这些年轻的爸爸妈妈 管他娶她的小朋友 在娶她的时候 半天娶她的娶娶 去看一看 比如说有的是看音乐会 有的是看剧团的表演 有的时候是户外踏青 做亲子DIY 我感觉这些真的不错 那有时候我觉得亲子之间的互动 有时候也会透过一些 这样子很亲密的一个活动当中 建立很亲密的感情 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 杨姐特别开心 可以邀请到我们这位好朋友 再次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来介绍 有一株非常好看的儿童剧 我们邀请到的是 豆子剧团的团长 叶俊生团长 团长你好 哈喽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 二十周年不容易 一晃眼过去 一晃眼二十年 是你的青春岁月吗 差不多 从青少年迈入中年 你说你只有中年吗 中壮年 中壮年 还强壮 还强壮 其实团长真的很有活力 而且 我觉得对于做儿童剧 是不是要实时保持一颗 很纯真 很快乐的心 不然怎么做儿童剧 真的因为我觉得做儿童剧就是 虽然这是老生常谈 但是你真的 像我们现在偶尔还会是 带活动 或者是到地线交小朋友 那其实说实在 以我们现在这种 像我刚好过年前 还有一个特别的活动 就是去广州 然后给这个带着我太太 我们刚好去上一个戏剧课 然后这个戏剧课 也是很特别 为什么因为他的平均上课的学员年龄 大概是三到四岁 那如果是我年轻的时候还OK 那我就跟这个主办单位说 不行 我一定要带一个老师跟我一起去 我说我现在这个 可能哄不住哦 太累了 但是嘴巴虽然这样讲 可是你在上课跟这些孩子相处 你还是很快乐 虽然上完之后你都几乎体力耗尽 然后那孩子很可爱 不管大陆还是台湾的孩子 其实他喜欢你 他就冲过来就抱你 你看到他的眼神 你就觉得他很喜欢你 然后那个主办单位在前些日子 还告诉我说 那个小朋友很可爱 小朋友跟我说 我不想去上幼儿园了 我要去那个剧院上课 他以为剧院是个幼儿园 他以为我们上了那个是幼儿园的课程 所以你就觉得 这是一点点小小的成就感 很开心 所以的确是 就是说我们看到孩子 你喜欢孩子 跟你在做戏给孩子看 我们每次演完戏之后 去现场跟小朋友握手拍照 然后你看到小朋友看到你的眼神 你就会觉得做这件事很值得 那如果当你说实在话 当我们很不快乐的时候 你那个氛围也会传染给你的观众 跟你的孩子 所以的确我们的确做这个工作 有很多不为人知的 心酸 夜晚慢慢偷偷自己流泪 但是你在做戏的时候还是很快乐 OK 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希望刚刚杨洁跟夜团长在聊 其实现在很多的家长很年轻 大概三十几岁二十几岁 就很珍惜跟孩子互动的时间 像杨洁的FB打开 大概都在晒小孩 因为我们这个年纪大概都晒小孩 然后小朋友有的还很小 有的已经蛮大了 不过我看到蛮多 尤其杨洁这一辈的朋友 都很珍惜跟孩子相处的时光 所以既然会晒小孩 代表他跟孩子之间有很多的亲子互动 他会带孩子出去玩 甚至看一些音乐的表演 他想要跟孩子之间留下很美好甜蜜的时刻 所以其实在剧团当中 你们的这些表演当中 你要不要 团长要不要聊聊 是不是常常看到 很多的家长带孩子来剧团当中 获得很多的 就是不为人知的 就是很多的一些冲击 还有一些亲子的互动的部分 我观察到这几年 我们蛮特别的就是说 虽然大家说少子话 然后的确就是说 孩子越生越少 可是我发现 进到剧场来看戏的年轻的爸爸妈妈 到越来越多 特别是 特别是我 因为可能我们这几年有一些 就是可能现在 可能网路啦 或者是脸书这种讯息传播很快 所以我们就 无形中 那当然豆子我们也有自己的会员 就是就增加了不少会员 然后增加了不少粉丝 而且这些粉丝都是 可能有的小孩很小 有的小孩 他爸爸妈妈已经常带来来看 大概才上幼儿学龄前 学龄前 就是上幼儿园前 或者开始上幼儿园了 可是你会发现 这些小孩这么小 可是爸爸妈妈竟然会 带他们进来课系 而且是铁粉 真的铁粉 我们有一些观众是 每一场必到 每一场必到 然后还有比较疯狂的是 就是说比方说高雄看完 他会再跑到台南看 那我说哇 怎么又带你 他说原因是说 因为他故习 娘家在台南之类的 他就高雄来看一次 台南再一次 然后比方我们巡演到最后 会回到再到岗山 岗山再来看一次 你不是看过 演这么多场 后面还会有些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很好玩 那再来就是说 第二个跟过去不太一样 是爸爸变多了 对 过去你会发现 可能十年前 都是妈妈带 带小朋友进剧场 会多一些 然后现在爸爸也增加了 然后呢 也有父母会跟我分享说 我们自己也蛮爱看的 所以我觉得 这是我觉得很开心的事情 也是豆子剧团在努力的 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说 儿童剧就是做给小朋友看 小朋友很开心很快乐 这当然是非常重要 可是可是 儿童剧很难 就是家长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 负托婴的责任 所以你不能 当然也有 其实我有遇过 但是不太鼓励 就是爸爸 也我遇过爸爸妈妈 说来来去看戏 我们等一下几点再来接你 那通常要大一点的孩子 但是我们其实鼓励 就是说 父母亲一起陪着孩子 这是一个很好的 亲子共读的时间 然后我们发现 也因为这样 所以过去 如果你的戏完全针对 就是你的focus 完全只有小朋友的时候 实在话 对爸爸妈妈来讲 有一点可怜 因为这些表演形式 或是故事 对他们来讲太幼稚了 所以通常爸妈就会 妈妈还好啦 妈妈可能比较有同理心 以前的爸爸就通常就是 这个打瞌睡 居多 现在可能会画手机 那我觉得豆子的努力 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想做的就是 除了儿童剧之外 其实我们还给自己的 一个期许叫做亲子剧 亲子剧就是 进到剧场里面的 小朋友家大人都爱看 所以我觉得 小朋友看到小朋友喜欢 大人也看到他一些 一些他内心的东西 所以看完之后 回去亲子之间还可以分享 我觉得这个是很棒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豆子剧团有一个 有表演班的课程 所以像我们刚好过年前 才结束一个音队 然后音队的时候 我们在分享会的时候 看到很多家长 一起进到那个 在准备看孩子表演 然后大家突然一起聊起来 好像一种社交场 你知道吗 但我就很感动 我就觉得说 认重而道远 就是我们能够继续 他们也支持我们 然后觉得很喜欢 然后会觉得 哇我们一定 每次带孩子来 上豆子剧团课 然后来看小朋友表演 然后我们都是认识 然后这是一个 我觉得我们可以 再做一个很好的平台 孩子也喜欢 然后大人也觉得 这是一个很正向 很健康的环境 我觉得不容易 因为就是每一个工作环境 当然我觉得幕后的一些编排 包含的是怎么编剧 人员怎么安排 包含还有很多很多场地 很多后面后台的工作太多了 虽然说前台大家看到的是 非常欢乐的场面 带给我们观众很多的欢乐 不过我觉得后面 我们后制作的团队 这一群人真的默默奉献 真的很值得鼓励 对不对 不过我觉得这个就是做剧团 为什么我们觉得要比 很多的大拇指的原因 就是因为带给大家 无限的欢乐 不过真的大家都很辛苦 要不要跟大家聊一聊这出剧 这出剧是世界故事系列二 如果听众朋友还有印象的话 上次我们团长 来到杨洁节目的时候 我曾经介绍过的是 世界故事系列的第一 第一叫做饭团滚啊滚 这部剧是来自日本的 对对 那现在我们要推出 世界故事系列的第二 第二个版本 叫做巨人的朋友 那这个故事 是不是团长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好 这个因为我们上次的这个 其实应该说 认识豆子的 喜欢看豆子戏的观众都知道 我们有几个系列 那也是我们希望每次推陈初心 有一些新的可能 比方说我们有什么乡图系列 我们还有这个豆豆小家系列 一个新竞喜剧 然后还有一个互动系列 就是那个观众常常进来就觉得 一定会被请上台 所以小朋友觉得很漂亮 因为这件好玩的事情 那世界故事系列也是在我们 在几年前开发 我想说 因为豆子的戏大部分 以原创居多 那但是其实我们 我们也常常会改编绘本什么的 那这个世界故事系 就是希望把世界上一些 不同文化国家的 的童话故事改编成我们的戏 那上次是推出了一个 日本的饭桶馆馆馆 蛮可爱的 那这一次我们就想 变成推出一个西方的作品 那西方作品里面呢 我们也其实search了不少 然后也跟我们有一个编剧小组 做了不少讨论 那有撇除一些格林啊 或者是安徒生 比较经典 大家耳熟能详 童话之外 还有什么觉得很好玩的 那我们编剧小组 就在有一次偶然机会 他发现 王尔德的童话 是一个 他是一个爱兰作家 那他是非常 应该是 王尔德在那个时代里面 是相当特别的 那他推出了童话 他量不多 他总共他一生 只写了九个童话 只写了九个童话 可能跟安徒生 跟格林收集的 这么多不太一样 但是他每一篇都 有点特别 那王尔德在学戏剧的人里面 可能比较熟知的就是 他的现代戏剧 不可儿戏啦 什么不要紧女人 那这些都是 常常被大专运校改编的戏剧 那他的童话里面 大概最为人熟知的就是 快乐王子 有一个快乐王子 也是其实也是个悲伤的故事 那王尔德的童话呢 跟其他童话不太一样是 其实他在那个时代里面 可能算是蛮跳动 OK 蛮猛的 他的主题都蛮猛的 可是 可是我们发现跟我们两个 因为这次刚好有两个故事 然后有两个编剧 那上半场的编剧是 是我们的军委 他也是我们常常在 他喜欢做议题性很强的 那下半场是我改编的 我们两个风格不太一样 但是都有一些好玩东西 那这一次呢 其实是把王尔德的两个童话 第一个叫做忠实的朋友 那我们把他改编成 最好的朋友 那下半场叫做 巨人的 自私的巨人 其实他原来叫自私的巨人 然后把他改成巨人的花园 所以这两个故事 合起来就有一个 共同的 title 叫做 巨人的朋友 原因是这样 我讲了一段 露露等原来意思是这样 OK 那这两个故事不太一样是 上半场的这个 最好的朋友呢 其实 我们听到朋友这两个字 友谊可能都会以比较正向 然后觉得说 好朋友帮助我了 这个故事很特别 他是反向 为什么 最好的朋友 他是一个讽刺的词 因为呢 故事里面呢 有一个面包师傅 然后他有一个好朋友 是小汉师 就像一小孩 然后画档画山一种 然后他都说 他是他的好朋友 但其实他是在使唤他 OK 他就说我跟你是好朋友 所以你要帮我做什么 做什么 所以整个故事很好玩 就是其实他好玩是 通常是我们人类在讲 你人话的故事 动物发生什么事 这个故事 王尔德 我们蛮终于援助 是一群动物 在讲人类的故事 那一群动物呢 这群动物很好玩 那个 那个动物呢 那个鸭妈妈在讨论 这个养儿育你的心 然后呢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老和鼠跟他讲说 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 我觉得友谊才是重要的 OK 然后呢另外一个鸟博士就 好我来跟你讲一个友谊的故事 那没想到这个是反向的 讲这有一个面包师傅 怎么遮也不能折腾了 就是说他都每次都跟小汉师说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所以你要帮我做什么 然后都会讲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 然后最后竟然还不小心 让这个小汉师落入 这个有点惨的地步 OK 那这个是这一个故事 我们跟孩子分享友谊的定义 那虽然我们都希望交好朋友 但是真正友谊不是占人家便宜 不是在只是嘴巴说 我是你的好朋友 所以我已经不得了 然后无限制的 当然我们这还有做一点点小改编 因为实在话 如果各位看过 王尔德童话的原著 忠实的朋友 最后的结局有点悲惨 最后的结局 他说了这个故事 但是豆子巨人好像是一些好玩的改编 那下半场叫做 这个巨人的花园 那我是把自私的巨人做了改编 因为自私的巨人原本他的定义比较清楚 就是说他在讲一个不爱分享的巨人 然后有一群小朋友跑到他的花园里面 然后因为他花园很重要 所以我就把它改名成巨人花园 然后他完全不想跟任何人分享他的花园 但是他后来才发现 他的花园是永冬 就是永远的冬天 但是只要小朋友进去 把宽效 把快乐带进去 他的花园就变成春天 他后来才发现这件事情 才开放自己的内心 然后让小朋友进来 这个四季才正常了 那这是原来的设定 然后来 我让这个故事增加了一些比较戏剧性的东西 就是我去稍微描述了一下 为什么这个巨人这么自私 那这个 为什么他这么自私 他有受过伤害吗 你好厉害 我想说一定是受到伤害 所以就封闭自己 差不多 那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他可能过去有一些伤痛 因为了一些伤痛 不然本来他并不是这么自私 他有了一些伤痛之后 所以让这个 他自己封闭了起来 后来 有一群孩子里面呢 特别是里面有一个很勇敢的孩子 想要打破巨人心房 做了一些努力 所以 最后才让巨人开放了这个花园 其实还是谈友谊 然后这次比较带到一点点 人的伤痛 我们要怎么样 可以过得去 可以再次敞开自己 去抚慰别人的伤痛 对对对对 所以我就从这个友谊的角度 有时候我们在定义说 怎样才算是好朋友 是是 你无止境的帮助 真的就是好朋友吗 有时候不见得 是是 那再来就是 当我们遇到了我们的朋友 那的亲家朋友 我们如果看到他在伤痛的时候 也许你一句很温暖的鼓励 可以给他继续往前走的力量 是是 所以 我就从这个戏剧的角度 可以让很多小朋友 去反思一些事情 我觉得也真的是蛮不错的 那这中间有互动吗 这一次比较 这一次 当然以豆子的风格 我们还是会有一些 跟台上台下 自然的互动 但是这一次倒没有特别 他不是互动 我们导演没有特别 让观众上台 哎呀糟糕 观众想说 哇嘞这次 不能上台了 没关系我们可以 坐在位置上面看戏 你还是可以享受到 演员跟你之间的交流 互动 对 那 但这次有几个好玩的点 像上半场的这个 这个 最好的朋友里面 其实 他是用一个 导演用了一个 有点像说故事剧场的方式 所以 本来就是动物在说故事嘛 然后他就说说说 会打断 然后 甚至 那个 那个动物还可以命令 这个幕后人员 就是说 现在喷烟 灯光下雨 所以他用一个说故事的形式 因为 也因为他用一个说故事的形式 所以观众时而 小朋友时而会投入在故事里面 时而又疏离 然后疏离之后呢 因为这样 所以编剧也稍微幽默了一下 就是 幽了一点 就是让故事里面的角色 就是他们争执 就是说 哎呀 这个 这个悲 这个结局也太可怜了啦 这怎么会是 那个 最棒的结局呢 我认为的结局是什么 然后又有另外一个版本 另外一个版本 然后 当然最后 小朋友自己决定 你喜欢哪个结局 但是我们还是忠实的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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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因为觉得说 太 太 激烈或什么 所以就把 王尔德原著的结局改掉 而是说我们还是有忠实的呈现 只是说 我们还有给小朋友 不同的选择 这样 那下半场有一个 比较特别的是 我们跟小朋友分享 这个 除了故事之外 就是分享 跟孩子分享 比例 跟视觉上面的 想象力 因为 这一个巨人 真的会出现一个巨人 真的会出现 我们在剧场里面可以 可以 可以做 你们找一百九的来 是不是 我们特别 伤情了姚明 对呀 没有 我们做了 我们有一个巨人偶 有一个巨人偶会出现 对 但是 我们又 我们又 希望不要整出戏 都是只有偶 在表演 因为偶毕竟 他能够做到的 的动作 跟演员 还是有 有差别 还是有差距 所以 我们就玩了一个 比例上面的想象力 就是 在巨人的朋友里面 我这是不是破梗 就是 戏里面某些片段 是真的巨人出现 那某些片段 会是真实的演员 所以 因为真实的演员出现 小朋友就会变小 那真实的小朋友出现 就会变大巨人 这句话听起来有点炫 可能要进到剧场 你才会感受 玩得一点创意 对对对 OK 好 先让电台 进个广告 休息过后 我们再跟夜团长 继续聊 等会马上回来 快乐就是和世界当好朋友 和潮流不断线 每天开车 上网 回家 无时无刻 都听到快乐联播网 是我最快乐的事 快乐联播网 陪您串流全世界 掌握新知 请搜寻快乐联播网粉丝页 或搜寻官方LINE 快乐联播网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快乐电台 每周日晚上七点到九点 我们说的主持人佩奇 充满乐情又独一无二 喜欢分享又懂得幽默 从声音特质到节目制播 都有我最纯真的盲目与坚持 个性活泼 讲话直白 情感丰富 以资深女性的身份 打造关怀女性 请听两心的节目 给你们最知信 及感性的听觉享受 我是佩奇 我在快乐电台 FM97.5 从生完小孩抱着上下楼梯 现在走路变得好吃力 我也是啊 年纪大了 走路很不舒服 保养变得很重要 擦的葡萄糖胺产品 让你随时更方便 全用来自纯净无污染的 纽西兰奇迹之辈 亲口一辈萃取物 现在葡萄糖胺MSM 关护乳膏特价优惠周 快上网搜寻快乐爱台湾 互播0809-092-898 快乐电台FM97.5 今晚会怕你心悲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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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西天悟 在这边呢跟大家来讲几个活动的消息 还有几个注意的事项 第一个是高雄市教育局定定106-109年 推动公共化教保服务中成计划 目标设置31元 170班 提供4574名的幼儿入园的机会 提供评价 还有优质普及的公共化教保的服务 非盈利幼儿园有五大利多 有托育费用评价 还有照顾时间弹性 补助比照私幼 师资来源稳定 教保品质保障 那以上的资讯呢 由我们高雄市教育局所提供的 再来 这个是2018高雄春天艺术节草地音乐会 强党影片打头阵 爱是你爱是我 白色情人节首选的好片 星空下草地上高雄春天艺术节 最受观众喜爱的草地音乐会 向来都是春间艺术节的招牌节目序曲 今年再度强势一口推出 侏罗纪公园 以及爱是你爱是我 两档的节目 那在这个星期六日呢 也都有演出 晚上的七点 在高雄市立美术馆的这个面湖草坡 准时开演 购票的民众可以在当天下午五点半 就可以进场了 那当然十几年来 达到43场次的草地音乐会 深受民众的喜爱 请大家也多多的把握 今年最后一场的草地音乐会 好来 那详细的情况呢 大家可以上iPath 这个APP 把购票的讯息 那再来的话 跟大家提醒一个 这个是交通的部分 我们知道我们开车还是乘车 要特别小事 那提醒大家 在以下几个路段呢 最近近来有一些交通事故 请大家 在经过这几个路段的时候 特别小心 包含的是凤山区的五甲一路跟七圣街口 还有凤山区的成义路 以及这个成东街口 左营区的博爱三路跟文字路口 凌园区凤林路二段跟凌园北路408巷口 还有前镇区锐龙路410巷口 请民众经过路口的时候 除了以上路口之外 我们在行经各大路口 真的都要特别小心减速慢行 并且注意车辆转弯 不要任意闯红灯或穿越马路 以上资讯由高雄市政府所提供的 好OK来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我们节目现场当中是我们的好朋友 我们豆子剧团的团长 叶俊山团长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聊 这个豆子剧团20周年 世界故事系列二 王尔德童话 巨人的朋友 刚刚我们知道第一个阶段 叫诚实的朋友 现在第二段叫巨人的花园 那里面有很多很巧妙的安排 那当然这次就是出了高雄场 是不是跟大家聊一下 除了高雄 高雄在这个星期六日举行嘛 对不对 那在整个一个活动的一个安排 演出的活动 是不是团长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我们在这个星期三月十七十八呢 在我们的高雄文化中心志山厅 有四场的首演 那十七 礼拜六是下午两点半跟晚上七点半 礼拜天呢 是早上十点半跟下午两点半 那接下来呢 我们会到屏东 屏东是我们的文化处的中正艺术馆 那四月十四号 四月十四号 那在台南 接下来到台南的文化中心 这个原生剧场 十月二十八 二十九号 那也会有四场的演出 那也是礼拜六下午晚上 礼拜天 早上下午 那接下来我们会到嘉义表演 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的演艺厅 六月二号的时间 是下午场 那最后呢 我们会再回到 钢山文化中心 礼拜六 这次呢 是礼拜六的早场跟下午场 是 所以你们除了高雄 还跑屏东 台南 嘉义 所以 你们算是南台湾市街道 所有地方都要去巡回一下 因为各个地方 有你们自己固定的一些观赏的民众 对不对 甚至可能经营这么多年 有特别是因为豆子的 我们的大本营就在高雄 所以说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巡演场次 也是以南部区 但是这几个县市都算是 每年几乎都会去 所以除了高雄之外 还有屏东 还有台南 还有嘉义 包括还有我们岗山 那其实这中间拉很长 从这个星期 也就是三月份开始 拉到六月份 其实在那个演出的旗城 拉得蛮长的 你们当初怎么会有这样子的规划呢 应该是说一个戏的制作 我们大概 像我们会演到六月 三月首演 可是其实我们在去年 就已经整个在酝酿 从写剧本 然后到开始开会 制作找演员 然后开始排练 排练 排练期最少也是要 二到三个月左右 那巡演的话 其实他考虑到 第一个就是说 票房的问题 因为我们其实必须 每个场地都必须要花一点时间 去做宣传 比方说 这个月是高雄 那如果说我们都挤在 同一个时间里面 其实可能没有办法 一起宣传 第二个是 因为像我们常常会到校园 去做宣传演出 那如果同一时间的话 我们会一次要出动很多段 有点困难 所以我们通常是会 一个 那其实 因为我们在台湾演出 售票演出 其实除了说我们的行销 他很辛苦 就是行销排成 要排得很仔细之外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在跟场馆申请的时候 大概是常去的场馆 他们大概就跟我们有一些默契 基本上都可以大概定到我们想要的 但是不能百分之百 有时候不同很多 他一整年就这么多假日 然后大家都想去 所以你就等于是多多少少 也是 要折衷一下 也是要 对对 还是要筛选跟竞争这样子 所以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还常常要闪假日 比方说 闪假日就是 但是说实在话 你左闪右闪 也很难真的 完全全面面俱到 就是说 你要闪比方说廉价 因为廉价不一定好卖 因为廉价的话 大家都出去玩了 OK 如果特别你在廉价中间的话 你就不用混了 因为 因为大家如果家长带小朋友 如果家长 经济中还可以的 出国啦 对啊 春假他就带小孩出国 OK 他根本不会来买票 那 中秋节啦 什么之类的 然后你要闪 还有 还有更 但是实在很难省啊 还有比方说 刚好卡在 考试中 之类的 所以 家长当然要给小孩考试 就不会带在家看书 当然也有 我们也遇到家长 我们说 啊 这次我考试 有什么关系 照样的看戏 也是有 所以 闪来闪去 那有时候 因为这个是售票演出 所以其实售票演出 真的不太容易 因为 全台湾团都一样 因为 有时候你还会跟别的团 撞党 撞党 那 大家荷包有限嘛 所以他们就可能 只能选择 对 只能选择 所以说 呃 大家都蛮 蛮努力的想 在 呃 售票演出上突破 但是的确不容易 嗯 OK 团长 跟大家介绍一下 今年 豆子剧团的一些 呃 有没有一些规划 年度的规划 除了 这个 剧人的朋友之外 今年有没有 其他新戏要上 上档呢 呃 我们 三月份 就是我们上半年新戏 剧人的朋友 呃 会 会 开始巡演 然后巡演到 六月底 那 接下来呢 我们七八月 大概是豆子剧团 最忙碌 做戏剧教学 其实我们一整年 都在做戏剧教学 但是 那两个月很疯狂的 因为暑假嘛 暑假 然后我们会有 非常多的单位 邀请我们去做 做营队 然后 九月份开始呢 九月 大概是九月中以后 我们会有 下半年的新戏上演 那 它可以算是 豆子剧团 二十周年 我们二十周年 呃 有几个系列 呃 其实我还没有讲到 我们在 在那个 今年特 呃 第几年 我已经第三 第四年跟梦时 同一梦时代合作 那因为 他们蛮喜欢我们去 梦时代做一个 过去我们是做定幕剧的演出 那现在我们是做一个 四季的一个 算是豆子的 小小艺术节 那我们 今年会把我们一个 很好玩的 豆豆小家系列 呃 春夏秋冬 一季刚好推出一个 小演出 是 然后 很喜欢 很多观众就会在 那个时间以来看我们的 四季的一个小戏 好 小戏完之后就是 九月 九月份开始会我们的 算是年度制作 OK 会上演 然后会演到 可能应该会演到 明年的一月份 是 到岗山这样 对对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 豆子也 开始有一些新的可能性 就是 去年开始跟广州有合作 是 所以 呃 广州有一个 同创文化 这个教育机构 他们 很喜欢我们的戏剧教学 所以 我们 这 这一年开始大概会 大概一两个月 就会到广州 我跟伙伴们 在那边给 他们的孩子上课 然后也帮他们 做一个 师资的培训 是 好 OK 呃 是不是最后一点时间 那个 团长跟大家来聊一下 如果听众朋友 想要更了解你们 你们也 大概有哪些管道 可以找到 豆子剧团的资讯 呃 你可以 现在人比较方便的话 你可以上那个 豆子剧团 粉丝团 是 可以上我们 粉丝团 按一个赞 然后你其实 就可以 我们现在 是 他更新的速度 比官网快 对对对 脸书最快 我发现 上面还有一些影片 有的 你们还有一些 在排练的状况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这次像我们剧人朋友 还有做一个CF 所以你上那个脸书 就可以看得到 那 当然我们也有官网 然后 或者是 你也可以 我们现在有LINE 或者是 你也可以加入 豆子剧团的会员 那其实我都鼓励观众 这不是 也是广告的 就是说 我鼓励大家加入会员 原因是因为 我们都会希望 大家可以长期支持我们 其实 加入会员 你一定可以 得到最快的资讯 再来就是说 你一整年 你的 不管是看戏 或者是你来 小朋友来上课 都是 会员觉得是 最好的优惠 对对对对 还有包含小朋友 可以去上课 我们戏剧教学 只要你是我们会员 其实都 都是最好的折扣 对对对对 我觉得有时候 像杨姐有朋友 前几天还在FB po 她的那个女儿 有没有 穿着那个 那个迪士尼公主的服装 大家要好 生日子 这样有高丝 她父母亲也很用心的 打扮她 每个人都是细菁 有没有 所以有时候 这父母亲跟孩子的互动 真的有时候 真的扑痴大笑 可是真的也是 父母亲跟孩子互动 快乐的地方了 很好玩 希望大家一起来支持我们高雄在地 我们的很棒的豆子剧团 也希望大家可以播空 进剧场去支持一下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豆子剧团的团长 叶俊胜团长来到杨姐节目 谢谢你哦团长 谢谢主持人 谢谢 拜拜 我感谢台阵比赢熟天 我是杨姐 我们下回再见了 拜拜 拜拜 拜拜